大家好,我是恭喜EDG夺冠的奥雷 今天继续带来台湾秘密档案系列 本期故事叫《金光党家族》 客坤木与陈秋菊是一对中年夫妻 虽然身为亲戚工的他们工资比较低 但好在儿女孝顺懂事 一家人其乐融融,生活也还过得去 直到某天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改变了他们一家的命运 为了替陈秋菊庆生 儿子小文和女儿小美准备了很久 但不巧陈秋菊那天工作特别繁忙 他和客坤木忙到了饭店也没将活干完 小文和小美担心他俩遇到危险 于是便骑车过去看看 有一夜晚视线不佳 再加上小美骑车技术生疏 最终导致车祸发生 小美当场死亡 小文的左腿则落下了永久性的伤残 从那以后小文就开始变得阴晴不定 几乎时刻都处在即将爆发状态 为了稳定小文的情绪 父亲二人想尽了各种办法 但始终不见效果 料理小美的后事花了不少钱 客坤木因承受不住 对未来失去了信心 更绝望的是 房东明知道父亲二人落了难 还硬要逼着他们交房租 一刻也不准拖 确定他们拿不出后 房东立刻便将他们一家赶了出去 客坤木不明白 自己和房东认识了这么多年 从来也没拜托过什么 房东并不缺钱 为何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 在极度绝望和愤怒之下 客坤木决定报复这个事态炎凉的社会 经过与陈秋菊的一阵商讨 他打算从事诈骗 快速积累财富 妄图用钱来弥补小文肉体上的残缺 只希望小文能振作起来 贪婪的人最好骗 很多人都喜欢贪小便宜 尤其是那些细密性的 利用这个弱点 客坤木凭借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轻松获取某大神的信任 等成功勾起大神的贪念后 客坤木又谎称 假扮成弱智人士的陈秋菊是富家太太 他想用自己的钱来买珠宝首饰 但不知道该在哪里买 大神身上的首饰价值五万 而陈秋菊的身上至少有十几万 大神本不想骗人 但在客坤木的鼓动以及主动参与下 他最终还是拿出了自己身上的首饰 将这些首饰高价卖给了陈秋菊 看到陈秋菊被骗了还出言感谢 大神心里残存的愧疚感瞬间一扫而光 可他不知道客坤木趁陈秋菊取首饰的机会 偷偷掉包了他的钱财 他还以为客坤木只是帮忙拿下而已 等他发现钱包里装的是报纸时 客坤木与陈秋菊早已不见踪影 见如此简单的骗术都能够轻易得手 夫妻二人忍不住没开而渡 以类似的手法又骗了一次 和上次差不多 开场依然是说好话套近乎 然后谎称陈秋菊脑子不好 父亲又刚刚过世 希望大叔能扮演他的父亲哄他开心 顺便帮他保管身上的珠宝首饰 而客坤木则假装好心 帮大叔看管皮包 等大叔的注意力分散到别处时 客坤木与陈秋菊在以最快的速度拿着皮包开溜 那些珠宝都是玩具 给了大叔也不用心疼 而大叔失去了则是儿子的学费 数次行骗成功 使得坤木夫妻成就感爆棚 对于骗人 他们不再有任何一丝的愧疚 别人不在乎我们 我们为何要去在意别人呢 为了增加行骗的成功率 每次行动前 夫妻二人都会提前演练数次 一旦某种骗术骗不到人 客坤木就会开发新的骗术 今天二人为了寻找目标 来到了古董市场 他们一个伪装成实货的买家 另一个伪装成经常在这里卖货的老板 客坤木谎称自己看中了某个镯子 还成功压下了价格 只是身上的钱没有带够 因此得找某个路过的小伙子借一点 见小伙子十分犹豫 客坤木便干脆将镯子让给小伙子 只收小伙子一部分帮忙还价费而已 小伙子担心好货被他人买走 于是爽快答应 将这个普通酌高价买下 客坤木实在没想到 自己在行骗方面如此有天赋 要是会写作的话 他正恨不得把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 回家路上 夫妻二人撞进了某个 试图强奸少女的色狼 少女的身姿 令陈秋菊回忆起了意外身亡的小美 不知哪来的勇气 陈秋菊毅然捡起一旁的棍棒 拿着他与色狼拼命 色狼竟有人仗义出手 只好灰溜溜的逃离此地 少女被色狼为了名要 此时药效刚好发作 客坤木叫陈秋菊别管太多闲事 但陈秋菊不轻 无奈之下客坤木只能同意带少女回家 陈秋菊自从小文性情大变后 思想也跟着出了问题 那次他和客坤木洗完片后 给小文买了电脑 可小文一下就猜到 买电脑的钱来路不正 因此说什么都不肯收下电脑 面对小文的指责 陈秋菊一时间没控制住 觉得小文不理解自艺的一片好意 差点将准备离开的小文掐死 还好客坤木及时发现不对劲 唤醒了陷入疯癫的陈秋菊 客坤木刚才之所以不同意带少女回家 主要是担心陈秋菊舍不得少女 强行将少女留在这里 影响二人行骗 经过客坤木哭口婆心的劝导 陈秋菊终于同意不把少女留在这里 可谁知那位名叫小姨的少女早已醒来 甚至还通过偷听得知了一切 她没有痛骂客坤木夫妻是人渣败类 反而表示自己要加入行骗队伍 见小姨头脑比较灵活 客坤木便一口答应 于是金光党家族正式成立 小姨擅长偷窃 随便撞一下就能偷走目标的钱包 有了她的加入 客坤木行骗的成功率大幅上升 这天陈秋菊以碰瓷的方式 缠上了某位青年 而小姨则以路人身份 要求青年赔药费 青年怕惹上麻烦 只好破财消灾 这种骗术太过低级 客坤木根本看不上 为了证明自己 小姨决定发明一种新型骗术 最好连门都可以不用出 坐等钱财空降 随后小姨主动找借口接近小文 她很好奇小文究竟是何方神圣 可以让客坤木夫妇为了她出去行骗 结果接触列阵发现 小文这人没啥特别的 就是个普通少年而已 小姨觉得客坤木夫妇 为了小文外出行骗 是一种变态错爱 可她自己以欺骗来获取快感 又能好到哪里 四日清晨 金光党家族兵分三路 趁超市顾客还不多 偷偷往商品里塞入虚假中奖券 这是小姨想出的骗术 顾客以为中奖券是厂家放的 所以不会有半点怀疑 等他们打进电话后 小姨再谎称 邻居奖金需要提前缴纳税金 对于陈旧局来说 小姨什么都好 就是有嗑迷患药的习惯 如果能戒掉就好了 当年郑医生没有救活小美 客坤木夫妻一直耿耿于怀 认为郑医生血液不惊 现在郑医生又开了一间私人诊所 听说是他女友出钱资助的 小姨生平最讨厌的 就是吃软饭的男人 为了替柯克木夫妻出之口恶气 小姨决定想办法 让郑医生身败名裂 某日小姨以感冒为名 强行挂了郑医生所在的外科号 还说郑医生人帅 医术一定非常精湛 把郑医生夸得心痒痒 郑医生并没有什么女友 并且他早就结婚了 但妻子从没夸过她的长相 现在小姨给了她信心 还主动挑逗示好 她不禁开始对小姨想鹿飞飞 经过今天的接触后 小姨确定郑医生是个 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对付这种人 她有的是办法 不久后 小姨便以感谢为名 邀请郑医生去听演奏会 还不断撒娇 拉近自己与郑医生的距离 这很明显是追求行为 郑医生忍受不了挑逗 于是决定为自己乏味的婚姻 早一点刺激 以此报复不解风情的妻子 为了让郑医生快速上钩 小姨直言表示 就算郑医生有老婆 她也不在乎 听到这话 郑医生心里乐开了花 就在郑医生以为 开房时机已经成熟时 小姨却突然态度一转 坚称自己不是那种人 搞得郑医生一头雾水 没过多久 郑医生便收到了 柯坤木夫妇寄来的照片 和打来的恐吓电话 原来郑医生在与小姨 做亲密举动时 柯坤木夫妇一直躲在暗处偷拍 记录了整个过程 如果那些偷拍照 被郑医生的妻子发现 那么郑医生毫无疑问 会失去妻子的资助 做完这一票 柯坤木夫妇就准备收山了 他们建议小姨尽快回家 哪怕家人做得不够好 可谁知小姨一听这话 就立刻跑去跳河 还说自己是一只小鸟 原来小姨因为吃了太多迷幻药 导致大脑出现了问题 见此仅仅 柯坤木夫妇只好将小姨送进戒毒所 可好巧不巧 郑医生刚好在戒毒所办事 一见小姨 她就赶紧拿出电话 向警方讲述自己的遭遇 原来郑医生已经猜到 小姨与勒索犯有关了 接到报警后 警方迅速出动 很快便将小姨捉拿归案 根据小姨的口供 以及某位证人的证词 柯坤木夫妇落入法网 自然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最后补充一点 为了防止受骗者报警 骗子的同伙 还会在事后劝受骗者看开一点 如果不是你自己起了贪念 骗子的骗术怎么可能会成功 就算你去报警 警察也会教育你 而且他们大概率是抓不到那些骗子的 何必自找苦吃呢 受骗者大多都会因此产生自责心理 而选择不报警 今天的台湾防骗指南就到这里 我少雷 咱们下期再见